时间关系我们就开始 因为这次主要是做这个深信的一个研讨班 我也非常荣幸有这么一个机会去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 就是深信前端 刚刚齐铭铭也讲到这个需要这个大的数据 对吧我们这个数据怎么来 然后在座的这个老师同学可能有一些也是这个方面的专家 我今天讲的可能相对来说会比较科普一些 所以大家这个有选择性的去听一下吧 这个有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 刚刚敏铭也讲过了 我现在主要是负责警戒这边的这个蛋白质组学这个部门 然后我是14年毕业之后 在中科院大连人化物所毕业之后 然后就加入了这个警戒 然后也是这个这个看着警戒从这个非常小的这么一家公司 慢慢这个成长壮大 我自己也参与这个其中 然后跟这个这个敏坤这个相比不一样 敏坤这个我不知道他有没有介绍自己履历 按照他这个这个履历的话应该说可以说是这个天才 天才一样的这个这个 整个这个履历非常的这个非常好 对吧 我是毕业之后我只在这个 紧接是我第一家这个这个公司一直到现在 然后我就聚焦在蛋白质组学和生物质谱这个这个这个圈子里 所以一直在做这方面的一些一些工作啊 大概是是这样子 所以今天呢也是呃围绕蛋白质组和这个生物质谱这块 简单给呃各位老师呃去做一个这个汇报 可能两主要从两个方面吧 因为时间关系啊 我这边也尽快尽快的这个呃把这个这个这个报告 这种比较这个简短的一些去给大家介绍 因为后面还有其他一些安排啊 然后第一部分呢是简单去呃给大家讲一下生物质谱啊 基于生物质谱的这个蛋白质蛋白质组学 他这个这个整个一个流程是是什么样子的啊 然后第二部分呢主要是讲一下蛋白质组学 啊他的这个技术的一个发展从这个呃2D一直到这个4D啊 啊他的这个各种这个技术他怎么发展 以及他的这个这个呃优缺点 优缺点啊 那首先我们来看第一部分 第一第一部分这边呢呃 我提炼了几个呃关键的一个信息 想去跟大家分享的 首先是呃简单介绍一下这个这个质谱啊 质谱因为质谱是我们这个呃做 目前做蛋白质组学最主流的这个技术 对吧啊 这个这个什么是质谱什么是生物质谱啊 这还是有一些区分的 然后第二个呢就是蛋白质组 他要去用这个质谱去去做 他的整这个这个实验流程大概是怎么样子的 怎么一步步得到我们最终的这个数据 对吧 然后第三一个啊 我如果去用质谱 比如说我的样本打进去以后 我们怎么去得到最后我这个蛋白的一个信息啊 从样本进去最后从这个这个蛋白的数据出来 大概是这三个关键的这个问题吧 首先什么是质谱啊 我引用了这个这个诺贝尔奖获得者啊 这个约翰芬的这个这么一句话 他说这个质谱就是这个去检测这个原子和分子的这个这个这个质量的这么一种这个方法啊 如果从字面上去理解啊 质就是质量 谱就是一种方法 对吧 所以质谱就是检测这个物质分子量的一种方法啊 检测物质分子量的方法啊 这个简单的去理解 那什么是生物质谱啊 生物质谱 因为质谱它种类也是非常多的 比如说它有去呃 适合用于小分子检测的这个质谱 比如说这个GCMAS 气象的对吧 还有一些这种无机的质谱 比如说去呃检测一些金属离子啊 有这种什么ICP的ICPMAS 那我们这边说的生物质谱呢 它其实是特指这种比较适合于大分子检测的大分子检测的这种质谱 比如说像猫迪套夫呀 或者说ESI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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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谱 这这些类型啊 我们是称为它是这个生物的质谱 那我们现在呃呃 经常使用的这个这个质谱仪啊 可能大家有时候也也也会接触 就觉得它这个挺大的这个庞然大物里面构造也也也挺复杂的对吧 但你如果真的要去把它按照不同的这个构造部件去划分的话 其实也没有那么复杂 它可能就大概就分那么几个模块吧 首先需要有个离子源啊 就是你你物质要要进到质谱里面被分析 需要去把它离子化 然后呃你要代测的物质进去之后 那它需要需要有个质量分析器 就是要去分析它的这个这个这个质量啊 减就是通过各种各种各种这个计算 要得到它的这个质量对吧 然后有一个检测器需要去检测它的信号对吧 然后这个信号出来之后呢 它需要有一个数据采集的这么一个系统啊 然后它这整个一个部件它需要在一个高高度的真空当中去进行 因为它需要让这个离子它的飞行是比较这个这个自由 不受这个干扰的啊 所以根据这几个模块的话 它相对应的这个呃这个这个这个方法 就是离子化啊 离子的一个选择或者碎裂 然后离子的一个检测以及数据的这个输出 所以从这几个维度我们我们分别去做一个简单的一个阐述 首先是这个离子化啊 离子化其实就是让让我们要分析的这个物质 带上电荷带上离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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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离子的这么一个过程吧 这个离子化的这个方法呢 其实它也也也可以去进行不同的分类 所以一般来说可能可以分成两种一种叫硬电离一种叫软电离 啊 硬电离的话啊 刚刚也提到这个GCMAS 比如说这个这个呃电这个电子轰击的或者化学电离的这种这种这种 这种呃就相当于能量是比较高的这种这种这种这个呃 电离方式 它比较适合于去做这种小分子 它需要能量相对高一些啊 那还有第二种就是相对应的就是软电离 软电离的话 它的它相对硬电离它就是能量相对温和一些 比如说前面提到的这个呃 ESI和Modi啊 这这两种这个方法啊 它就就是典型的这个软电离的这个方法 它可以组成像Modi TOF的仪器 ESI MASS的这个这个仪器 那刚刚说的这个呃 ESI和Modi TOF啊 Modi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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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离的这个这个方式啊 简单去做一个呃 过程的一个介绍啊 这个ESI叫电喷雾离子化啊 电喷雾呃 呃 它的它的大概的这个意思呢 就是我们的这个分析的这个物质 它呃 比如说融在这个我们相对应的一些溶剂里面啊 那他比如说他通过这个一些就管路啊 会呃 流到这个呃 质朴 这个是质朴的一个入口啊 流到质朴入口的呃 可能相就像相对比较接近的这么一个一个一个位置 那对于质朴仪来说呢 他会在呃 呃 这个这个 这是一个类似喷针吧 就液体从这边流过来 就是在这个 液体的出口以及质朴的就入口之间 它会加上一个非常 强的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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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压 一般来说可能是2000伏 甚至更更高这么这么强的一个电压啊 那这个这个呃 离子它融在这个融这个融质 融质里面的话 我们一般会在融质里面去加上一些 这种呃 这种让可以让它带正电荷的一些一些物质 比如说一些酸啊 一些酸 比如说我们呃 经常用的会有一些钾酸啊 那在一个非常高的一个呃 这个电厂的作用下啊 它这个离子啊 它就会这个在这个这个位置形成一个 类似锥状的一个一个形状 然后进而形成相应的喷雾啊 在喷雾的过程中呢 因为我们这里面加了一些这个酸吧 所以它物质都会带上这个这个这个正电荷 当然它里面还有一些融一些融质 比如说像乙金啊 像水啊之类对吧 所以它这个在这个过程中 它会去加一个很很高的一个温度 在在它这个这个飞行的过程中啊 因为有温度嘛 所以它的这个水啊 像有机溶剂之类就会会会发掉 对吧 那它这个颗粒就会越来越小越来越小 进而就变成就是呃 带有这个电荷的 非常微小的这个这个分析物本身 它它自身啊 这样的话 我们里面因为有有高真空嘛 那它这个分析物就被吸到这个质谱里面 然后进行它的一个一个飞行啊 通过它这个飞行的轨迹 各方面的话 它可能就能计算它的这个这个这个质量啊 这个是ESI 就电盆物理子化 这个是目前来说 在蛋白组学或者说在大分子检测里面 用的频率最高的一种方法啊 当然有呃 大家可能有时候会也会呃 看到这种猫底啊 猫底的这种方法啊 这个也是可以去做这个大分子的 当然它的一个呃 使用可能相对频次没这么高 在早期的时候 在蛋白组学发展早期的时候 它这个用的比较高 它它比较适合去做一些相对呃 要么复杂程度没有那么高的 比如说我有一个比较纯的一个蛋白 或者比较纯的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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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堕态 啊 我我我可以去打一下 因为它这个猫底这个本身 它的一个优势就是 它的这个速度比较快 效率比较高 那因为我们刚刚说 这这个ESI 它需要有有液体流流过来嘛 所以它前面一般会带一些 这种液相色谱 但是猫底呢 它这个我大概介绍一下 它这个叫机制辅助激光解析离子化 啊 这个名字比较长 啊 它所以它这里面的关键词 它一个需要它需要机制 对吧 第二个它它需要激光 啊 这两个是它最关键的 所以可以看到这个图啊 这个图里面 这个蓝色的这个小点点 就是它的这个机制 啊 机制 那这个机制呢 刚刚刚刚刚其实和前面这个 这个这个 这个一样 是一样的 前面我们是通过加一些有机酸 比如说甲酸之类的 去去提供这个质子 对吧 那这边其实也是 它这个机制也是一些一些酸类的 啊 一些有机酸啊 比如说像像什么什么戒子酸呀 什么这这之类的这些东西啊 然后这个蓝 这个绿色的是我们的分析物 啊 它一般会把这个分析物和 就是包埋在这个这个机制里面 一般会形成这种三明治的这种形状 比如说我先铺一层机制 对吧 我把然后再分析物铺上去 然后再铺一层机制 夹在里面 然后我这个激光打过去之后 那这个机制上的一些质子 它就会被跑到这个 这个这个分析物上 啊 然后这边是一个质谱入口 对吧 它也是里面有 有这个比较高的真空 那它打起来以后 它就被吸进去了 啊 那由于它这个 这个一般来说 只是在一个这种 比较小的这种 这种样本靶上去打 它没有经过前面 比如说我可以去接 这种叶像的分离的 这个这个这个东西 所以它不是太适合于去用 呃 用来去去检测 这个太复杂的样本 但是它非常快 啊 它因为只要激光打一下 就能去检测 对吧 那这个这个是 它的一个优势 那讲到 这个离子化的话 那顺便也介绍一下 他们的两个这个发明人 啊 一个是刚刚啊 引用了他一句话的 这个这个约翰分 啊 然后另外一个是 呃 日本的一个科学家 叫田中根一 啊 他们两个是分别去发明了 这个呃 电盘物离子化 和这个这个呃 机制辅助激光解析 离子化啊 啊 这两个这个发明人 他们分就是一起去共享了 2002年的这个诺贝尔化学奖 这是离子化 那第二块啊 离子化之后啊 我们需要通过这个质量分析器 去对这个呃 带分析的这个离子 进行这个这个检测 对吧 啊 目前的这个质量分析器呢 它类型比较多 类型比较多 然后按照这个质量分析器的 这个类型 其实也就是会分成 各种不同类型的这个质谱 比如说啊 四级杆 四级杆 quadruple啊 离子锦 离子锦 然后还有这个 大家可能接了比较多的 飞行时间 就这个Tough 刚刚说到的这个ModiTough 它就是在Modi后面 建立一个Tough的 这么一个飞行时间的 这么一个质量分析器 对吧 还有这个叫这个复利液 变换离子回旋共振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仪器相对 一般来说都比较高端 它的这个这个价格比较高 当然它的分辨率也非常高啊 那在这个C位的 在C位的就是我目前用的最多的 叫这个Orbitrap 静态轨道紧的这么一个 一个这个 质量分析器 目前我们这个 这个景节这边的这个平台 就是它使用的 这个这个 有一大部分的这个这个仪器 都是用这个Orbitrap 比如说我们待会要去去看的 这个480 还有什么HFX之类的 这个仪器都是用这个 它是赛莫菲的这么一个产品 当然还有另外一个 就是这个这个Tough 待会大家去参观的时候 可能也会看到啊 我们有一排的仪器 也是用Tough Tough呢 其实也是一个比较 比较好的这么一个质量分析器 那根据这个 不同的这个质量分析器 刚才讲的 我们就会组成不同类型的这个 这个质谱 比如说这个是 静态轨道紧的 这个Orbitrap系列的这个仪器 这个应该是HFX 这个是Explosor 480 480的这个仪器 这个就是 这个Tough Tough类的 QTough系列的这个仪器 这个是布鲁克的 这个是ABScience 还有这个 这几个都是搭载这个 ESI的 就电盘物理子化的 然后这个呢是Modi的 这两个都是Modi的 这个都是布鲁克的仪器 就Modi Tough 然后还有一些低分辨的 刚刚说的这个刺激感 对吧 它有这种三重四级感的仪器 这个可能一般来说 用来去做一些 比如说小分子的一些定量 之类的 这个可能用的会比较多一点 那这个 Orbit和这个Tough的 这两种仪器 一般来说 我们会称它是高分辨的质谱 因为它的整个分辨率 相对来说比较高一些 像这种三重四级感之类的 这个仪器 分辨率相对会低一些 刚刚讲完这个质谱这一块 然后第二部分 我们去简单介绍一下 我们用这个质谱 去做蛋白组织 它的整个这个实验 一般的实验流程 用这个质谱 去做蛋白组织 一般情况下 这个策略 我们会分成两种 一种叫Top-Down 一种叫Bottom-Up 就是自上而下 和这个自下而上 什么叫Top-Down呢 因为我们这个蛋白 它是一个挺 就是比较大的 比如说它这边 画了一个示意图 是比较大的一坨的 这个东西 它这个一个小点点 就是组成蛋白的 这种氨基酸 氨基酸的一些残疾 它有很多的氨基酸 不同的氨基酸去组成 对吧 其实是挺大的一个 有空间结构的 这么一个物质 那我去做Top-Down呢 我就直接把这个物质 去打到质谱里面 那质谱 它会提供一些能量 提供一些能量之后 它就把这个 这个蛋白去打碎 打成不同的片段 然后我通过质谱 去检测这个片段之后 那我就能知道 我这个蛋白 它是什么样的一个组成 对吧 那但是这种方法 它有一些 这个条件 目前是相对来说 比较难满足的 一方面就是 它的这个 它要从这个 比较大的这个物质 这个蛋白开始检测 对吧 所以它的整个 整个这个灵敏度 是不是特别高的 然后第二个呢 就是 因为蛋白相对比较大嘛 最后它要去拼接到 这个上面 其实整体它的 整个这个数据分析 各方面 暂时也是相对来说 比较难一些 可能第一个 更加 更加 这个影响比较大一些 所以就目前这个 这个top down有在做 但是它可能是 更集中于一些 相对 然后它会 样本比较纯的 比如说我有这个 一个抗体的 这个药物 对吧 这个这个药物 这个抗体药物 可以通过这个生产 纯化 就是就让它 纯度非常高 或者说 就是它还是停留在 实验室里面 去做这种方法的一些 开发 暂时这个 相对来说 相对来说 还不是那么成熟 那目前主流的 蛋白质组织的方法 还是这个 bottom up 就是自上 这个自下而上 那bottom up bottom up和top down 有什么不一样的 bottom up 它是先 把这个蛋白 通过一些 这个特异性的 这种 限制的这个酶 去切割成钛段 这个钛段相对来说 比较小了嘛 比较小之后 我再把这个钛段 打到质谱里面 因为它 它比较小的一个片段 进到质谱里面 那质谱 对质谱的这个要求 可能就不会那么高 所以它整个 这个碎裂的这个效果 它的灵敏度 就会提升很多 然后我打到这些 这个钛段之后 然后我再把这个 钛段拼接回去 拼接到蛋白上 这个就是自效而上 从钛段到这个蛋白 它这个是从蛋白到钛段 这个是从 先把它煤气仁钛段 然后到蛋白 大概是这么一个过程 这两个是差别 所以那bottom up 它的一个 大概实验流程 这边有一个示意图 比如说我是从 这个细胞里面 去提取的这个蛋白 那首先我拿到这个细胞之后 我去做这个 蛋白的这个提取 提取之后 比如说我会 我可能会去跑一个 这个sds page的 这个胶之类的 对吧 或者说 做一个制控 然后拿到蛋白之后 然后因为刚刚说 要把它切成 这个这个 这个 太断嘛 对吧 我需要有一部 蛋白 digestion 一般来说 比如说会加一些 一旦满美 license 一系列的 它可能会在不同的 这个氨基酸的 这个残疾的位置 进行切割的 那切割之后 就会变成太断 这个是蛋 这个边是蛋白 就变成 就特定的一些太断 然后我把 把这些太断 然后通过 刚刚说的离子化也好 这个这个 这个方法 然后进到 这个质谱里面 然后质谱检测的 就是这些太断 检测了太断之后 然后我再拼接回 这个蛋白 大概是这么一个过程 那刚刚的 整个这个流程里面 我们 这个各个环节 我们大概展开 简单介绍一下 首先是蛋白提取 蛋白提取 就是 针对于不同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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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样本的话 它的提取 就是略微会有一些不一样 比如说植物的 植物组织 它需要一些 进行这个研磨 就是要 要把它这个 进行一些破碎 让它这个 这个组织 变成有利的一些 一些细胞 对吧 像动物组织 也要进行一些研磨 真准之类的 有些可能也要 也要进行研磨 但是如果像细菌细胞之类的 那我可能直接进行 这个裂解就好了 反正就是 先让它 变成这个 相对来说 比较分散的 这种 这种细胞 然后再就加入 这个裂解液 裂解液的话 里面会有一些 这种 可以使细胞 破碎的一些 去无剂 比如说像 SDS呀 或者吹疼呀 NB40呀 之类的 然后也会加一些 这种蛋白面抑制剂 就防止蛋白降解 然后再进行 一些这种 超生的一些破碎 就使得细胞 能够更好地 去把这个蛋白 去释放出来 之后我就要 离心去 这个上清 就把蛋白 可以拿到了 大概是这么一个过程 那如果对于一些 含有高风度 高风度的 这个蛋白的一些样本 比如说像雪青 雪青 它里面有非常高的 像雪青的白蛋白呀 像IGG一些 这种免疫球蛋白呀 之类的对吧 那对于这些 类型的这个 这个这个样本 那我们一般来说 会会去把这种 高风度蛋白 给它去除了 因为这些高风度的 蛋白的存在 会严重地去 抑制这种 低风度蛋白的 这个检测 大概是这样子 然后第二步 就拿到这个蛋白之后 我要进行一个 煤解 进行一个煤解 刚刚讲到了 就是会去加 一般情况下 会加这个Tripsum 叫一旦白酶 一旦白酶呢 它的这个 酶切的特性 它是会在 烂氨酸和金氨酸的 这个C端 去切割 那如果C端 有一个 这个 这个 浮氨酸的话 它这个 可能就切不开了 因为它会有一些 空间位阻 但如果没有 这个浮氨酸的话 它一般来说 就会把它切断 就是大概是 这么一个 酶切特性 比如说 这边有 有一个 这个 Histone H4 它就会 比如说 在这个地方切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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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有K和R的地方 它都会切断 那但是就是 类似遇到 比如说 这个H4 这种蛋白 我要去用 Tripsum去切的时候 就会把它切得非常碎 你可以看到 这个地方 它K和R非常多 所以我们 在切割的时候 其实它也会引入 一些其他类型的 比如说像 Glu-C 它是切D和E的 License H是切 这个单个K的 还有 这个Kemul-Tripsum 之类的这些 因为对于 质谱检测来说 它一般情况下 会比较适合 去检测 这种分子量 在1000到2000道尔顿的 这么一个 范围的 这个态段 你要去切得太长的话 刚刚一讲到 比如说 你直接蛋白进去 它其实它的 这个检测的灵敏度 会非常非常低 因为它整个 这个离子化的效率 会很低 那如果太短 比如说切成 就两三个氨基酸的 那我也不知道 到底它是来自于 H4还是来自于 其他蛋白 因为它很有可能 就会重叠掉 所以这些 这些这个 态段 其实也没有 没有意义 所以一般情况下 如果 大家要去做 某一个 已经知道 它序列特定的 这个蛋白的话 那我们可能会 把这个序列 拿出来看一下 然后去评估一下 到底哪种 这个 这个酶会 会比较好 但是通过 这个生性这边 统计学的 这个检测 我发现 如果用 就这几种 常用的这个酶 用这个Trypsin 它整体的 普世性是比较好的 普世性比较好的 就是 可能不是对于 每一个蛋白 都非常适合 但是 这个 相比于其他一些 一些这个 这个酶来说 它的 这个适合的范围 会比较广 然后第二个呢 就是 它切的这个 位点叫 烂氨和金氨酸 对吧 烂氨和金氨酸 在这个 组成蛋白的 这个二十种 氨基酸里面 它叫做 碱性氨基酸 碱性氨基酸 它是在 这个 酸性的条件下 比较容易 去带上一个 正电荷 带上正电荷之后呢 它在这个制服里面 就比较容易 被离子化 那这样的 就 相当于 就是用 Trypsin 切出来的这个态段 它在制服里面的 响应 是比较强的 那如果用其他一些 比如说像这种 去切出来 可能就是 响应信号 就没有这个钱 所以这个也是它 为什么用的 比较广泛的 一个原因之一 然后第三个呢 就是Trypsin 相对来说 比较便宜 比较易得 所以这个也是 它应用相对 比较广泛 然后第三个 第三个 就是我们 如果得到这个 得到这个态段之后 在有一些 实验流程里面 可能不是所有 这是一个 这个选择的 可选的一个步骤 因为 比如说我们 在一个细胞里面 好比这个细胞里面 像人的 它可能有一万个蛋白 对吧 那我通过 前面的Trypsin 没切之后 它可能就变成了 这个几十万条 这个态段 那我这个态段 我一次性 全打到这个制服里面 它的复杂程度太高了 那就是需要通过 一个叫 这个态段 组分分离的 这么一个方式 我去 降低我这个单个样本里面 这个态段的种类 大概是这么一个过程 所以一般会用到 高效性样色谱 用这个 这个反向 这个色谱柱 进行这个分离 分成 比如说我一个样本 里面比如说有五十条 这个五十种 五十种类型 五十万种类型的 这个态段 对吧 那我去给它分成 这个十个组分 可能里面就有 就只有这个五六 五六万 或者七八万 这个种这种态段了 那它在复杂程度 就大大降低了 对吧 那我再去打到 智谱里面 它的这个智谱的 这个检测的这个 难度也没有那么大 大概是这样子 那我们后面也会提到 我们现在用到的 这个 4D的这种蛋白组的 这个技术 其实就不需要 这个步骤了 但是如果我们用到 以往的这种3D的 或者说我们去做 这种TMT Labeling的这种方式 其实仍然还要 这个步骤 这个也是 可能根据情况 也会有一些选择性 然后这个态段 制备完成之后 最后就进到 这个液质联用的系统里面 刚刚讲到了 这个液线分离 它是一个叫 HPLC 它是一个叫 离线分离的 我们这边 这个智谱检测 它不是光光智谱 它是叫液质联用 它这个前面 其实还是有一个液线 我们刚刚讲了 比如说我50万种 分离之后 变成这个5万种 对吧 那5万种 它其实一锅哪 而达到智谱里面 智谱也吃不消 所以这5万种 它其实通过 这个液线的一个系统 它是通过它不同的 这个 这个 起托的 这个 保留这个能力 它是逐步逐步 进到这个 这个智谱里面 可能 这个每一秒 它可能只打进去 这个几百条 三千条 大概是这两个 它这个 这个比较小的 这个都是一个 比较小型的一个液线 然后我的分析物 是先扇到这个里面 然后它会经过 一根色谱柱 这个里面 没有 它有根色谱柱 直接接到这里面 然后样本经过 这个色谱柱 它会根据 它的这个 在色谱柱上的 保留的这个能力 逐步逐步被 洗到智谱里面 洗到智谱里面 智谱进行 这个实时的一个采集 大概是这样子 然后我采集 得到这个数据之后 那后面是进行 这个数据的一个搜库 叫database search 会用到的像 MaxQuant MaxQuant 这个ProtonDiscover 之类的 这个软件 然后这一步呢 到这一步 就是生性最前端的 然后拿到这个数据之后 那最后可能转到 像这个 敏宽他们 这个生性分析的 这个部门 然后他就进行 相应的一些 BI或者AR的一些分析 大概是这样子 这是整个 大概一个流程 大概 分成这么五步 那刚刚讲到就是 我们其实是用质谱 通过这个Bottom Up 的这么一个策略 进行蛋白的一个鉴定 对吧 那它中间的一个原理 大概是什么样子的 这块我觉得 也去做一个 这个解释说明吧 那首先 为什么能用质谱 去对态断进行 这个测序吧 进行测序或者 对蛋白进行鉴定的 它其实要基于一个 一个原理 就是 态断这个碎裂 它是有 在制补里面 态断的这个碎裂 其实有一定规律的 这个态断 我们在这种 初中还是高中的生物里面 其实学到 它是有 这种二十种氨基酸 对吧 然后通过这个相互之间 那种先氨键 叫做钛键去相连 比如说 这边是这个 有四个氨基酸 组成的这么一个 这个多钛 四钛 然后它中间的这个 这个 这个键 就是一个 一个钛键 它是通过这个 缩基和氨基 进行这个缩合 形成的 对吧 这个是钛键 那在这个 这个质谱里面呢 它会有一些 不同的这种 碎裂的模式 比如说一种叫 CID或者HCD 叫碰撞诱导解离 或者高能碰撞 诱导解离 另外一种叫 电子转移解离 就是它 不同的这种 这种把 态断打碎的 这种方式 那这种CID和HCD呢 它一般是在 这边有个图 它是在这个 先氨键 这个态键的 最中间 去给它打碎的 打碎之后呢 它就会形成这种 非常有规律的 B离子和Y离子 比如说 看这个图 可能比较明显一点 它是在 这个地方打碎 对吧 在这个地方打碎 那打碎之后 它形成的 这一块离子 就叫Y离子 比如说 它打碎的 这边有三个 这个氨基酸残疾 所以它就叫Y3 对吧 这边有一个 氨基酸的残疾 它叫B1 那如果在 这个地方打碎 这个地方打碎 它这边有两个 这个氨基酸的残疾 所以它叫Y2 然后这边呢 有两个 这个氨基酸残疾 它叫B2 就这边呢 都是B离子 这边都是Y离子 它就有一个 非常明确的 这个规律 那如果是用 这个ETD去测 那它会在这个地方 在这个地方打碎 然后它形成的 这个离子 叫C离子 或者叫Z离子 这边有C离子 和Z离子 也是这样 它的编号也是这样 那基于这样的 一个规律 那我们通过 后续的这个 软件的测算 它其实就能 去很好的 进行 一些方法的 这个编程 或者之类 去对它进行计算 这是它的一个原理 那实际的情况呢 是怎么样呢 就是我们 我们这个 物质进到质谱之后 我们首先会去 采集它的一个 一级质谱图 和二级质谱图 因为刚刚讲到 我的这个样本 是实时去进到 这个质谱里面 虽然说 经过了这个 这个叶向的这个分离 但是一次性 进到质谱里面的 这个某个时间点 进到质谱里面的 这个物质 其实也有成百上千种 对吧 比如说 这个谱图 是一个一级质谱图 一级质谱图 什么意思呢 就是这个 我某个时间点 进到这个质谱里面的 这个物质 我质谱会先去 给它做一个全扫描 我先扫一下 到底有谁进来了 这个就一级质谱图 我一扫 也发现有这么多 类型的这个 质贺比的这个离子 进来了 这个很复杂 对吧 很复杂 可能有几百种 那什么是二级质谱图呢 我知道有这么多 这个物质进来了 那我需要 每一个每一个 对它进行检测对吧 需要进行检测之后 我就需要 把这个 这个某一个 我需要去检测的 这个离子 我去给它 下选出来 然后进行打碎 把它打碎之后 就用刚刚说的 这个CID HCD 或者ETD这种方式 一般来说 我们用的都是 这个HCD这种方式 打碎 打碎成这个谱图之后 我才能基于这个谱图 去做最后的检测 这个打碎的这个谱图 就是二级谱图 那可能 各位老师可能会问 这么复杂 这么一个谱图 我怎么一个一个 去给它选出来 去打碎 在这个质谱里面 它有这么一个设置 就是 首先 我进到质谱里面 这些离子 我会根据它的强度 进行一个排序 它有些可能特别高 对吧 有些特别低 那质谱里面 它会设置一些参数 就是 我会按照 从高到低的 这么一个顺序 可能我先选 这个最高的 然后再选最低的 然后逐步逐步 把它选出来 然后第二个 它也会设置一个参数 就是 我某个离子 如果我在前面 比如说30秒以内 我选过了 我后面30秒 我就不会再选它了 它会有这么一个设置 这样的话 就使得 我有一些 非常低的这种离子 我有机会被踩到 否则的话 每次进来 我要去选这个最高的 对吧 选完之后 它下次再进来以后 我发现 这个还是最高 那我还是选它 那可能就是 它这个重复采集 就浪费了 对吧 所以一般情况下 像这种 就是我肉眼都能看到了 或者有一些肉眼 看不到的离子 其实它还是能够被踩到 这样就使得 它的这个灵敏度 其实是比较高的 它这个采集的一个原理 然后踩到二级普图之后 这个怎么办呢 后面有一个图 那就是要怎么样去解析 这个二级普图 这个解析 这个二级普图 它其实是通过 我们前面讲过的 这个MaxQuant 什么MaxQuant 这些软件去实现的 它是有一些算法 去实现的 它大概的这个原理 是这样子的 就比如说 我有一条态断 是这么一个序列 这个这么一个序列 我们刚刚也讲到了 这个态断进到质谱里面 它其实它的这个碎裂 其实它是符合一定规律的 对吧 比如说我已经知道 我这个质谱 我用的就是HCD这个方式 对吧 那我其实是可以通过 它的这个理论 理论的这个碎裂的 这种这种方式 我去测算 就是就是计算得到 它理论上应该来说 它会产生哪些碎片 比如说这个 这个就是它理论测算的 B离子和Y离子 就是 就是它在每个地方 它都会碎裂嘛 比如说它在这个地方碎裂 那就形成这个离子 这个这个这个B B离子对吧 和这个YG 反正就这个Y离子 或者B2B3之类的 然后相对应的 这些离子对吧 然后呢 它不同的这个氨基酸 其实它氨基酸 氨基酸之间 它的这个建能也不太一样 建能不太一样 它的这个碎裂之后 产生了这个离子的 这个强度 其实也不太一样 这个它也是 能通过理论去测算的 所以它最后 就能整合出一个理论上来说 理论条件下 我产生的这个普图 大概是什么样子的 大概是这样子 它应该产生 这么这么这么多的碎片 对吧 但实际情况下呢 实际情况下 它可能这个条件 它碎裂的一个条件呀 或者其他的这个 它这个质谱 它进到质谱里面 这个物质的一个纯度 各方面还不太一样 所以它肯定不会 完全和理论一样 对吧 比如说实际 实际上它得到了普图 是这样子的 实际上不得到普图 它理论的是这样子 对吧 那最后这个软件 拿到这个实际普图之后 它就会跟它理论 这个计算出来的普图 进行一个比对 进行一个比对 通过这个比对来 然后去进行这个打分 当然这个打分 它是通过算法 有很复杂的 不同软件 有不同的设置 大概的这个 可以这么理解 比如说如果我理论 和实际是比 我发现这个 它强度很高的一个离子 它两个能匹配上 那我可能我就加一个 很高的分 比如说我加了个20分 我发现一个 强度很高的离子 它没匹配上 那我可能会把它 把它减掉一个分 如果一个强度比较低 强度比较低的 这个离子的匹配上 我可能加一个比较低的分 比如说加个5分 如果强度很低的离子 没有匹配上 我也可能会扣掉这个分 它就通过这种匹配 就加分减分的这种方式 那它就会得到一个score 这个就是打个比方 它有的软件 它就这么设置 当然它有一些 其他这种算法的设置 总之它通过 这两个普图的 它的一个相似程度 它会得到一个打分值 然后还会去测算 它通过这种 反护的这个设置 然后去测算 它这个打分值 它的一个假扬性 因为那个相对来说 比较复杂一些 我在这里面就没列了 然后它就得到 这个打分之后 那通过打分去判断 我这两个普图 它的这个匹配 是不是说 这张普图 它得出来的普图 其实就是这个序列 它如果认为是的话 那相当于这个普图 它的这个测序 我就出来了 就是这么一个序列 大概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这是解析二级普图 那解析到二级普图 因为我们最终 其实是想要拿到 这个 我们建立到哪个蛋白 对吧 那比如说 一个蛋白 它其实可能会打到 不同的态段 那最终是需要 把这些态段 去还原到 这个蛋白整个序列里面 比如说 这是一个 这个蛋白的整个序列 这个红色的 就是我打到的 这个蛋白的 这个不同的态段 那它就会拼接上去 拼接上去 一般情况下 在蛋白组织来说 它目前因为 它的整个分辨率 也越来越高 一般来说 可能在定量的时候 它会认为 你只要打到两条 这个UNIC 就是它 这个蛋白 它特意的这个态段 它就会认为 可以去做定量 如果打到一条的话 它认为 我已经建立到 这个蛋白 那如果 这个也看情况 我们也可以去卡 如果要卡得严格一点 那比如说 你可以去设置 打到两条 UNIC态段 你认为它是鉴定到 这个就相当于 是一个从态段 去比对到 蛋白的这么一个过程 那在这个过程 它这个叫 Database Search 对吧 Database Search 刚刚我讲到 我们需要用到的软件 有这个MaxQuant 有MaxQuant 有这个PD 对吧 所以这个是它的软件 然后第二个呢 我们其实需要 一个Database Database 就是这个蛋白的序列 我们需要 这个蛋白的序列 去作为这个普图 去进行这个理论 理论测算的一个依据 理论测算的依据 然后第二个呢 我们需要去 进行不同的 这个参数的一个设置 这个是 就是Mascot的一个界面 比如说我要去 告诉这个软件 我用的是什么样的 进行煤切的 对吧 我用的这个数据库 数据库是哪个数据库 这个可以导进去的 然后还有 我上面可能加 哪些修饰 以及我的质谱的 假阳性率的控制 是多少 大概通过这些 信息的一个输入 这个软件就能 自动进行 相应的这个 这个蛋白的一个 一个鉴定 这个普图的一个解析了 大概是 是这么一个过程 所以第一部分 就简单 跟大家去做一个介绍 然后第二部分 就是从这个 2D到4D的 这个蛋白质组学的 这个技术的一个发展 因为时间 我看 我后面 作为讲的快一点 因为蛋白质组学 这个技术 其实它发展的时间 也挺长了 时间也挺长了 从这个1994年 这个概念被提出来 到现在 这已经也是 这个几十年的时间了 首先呢 这个出来的技术 叫2D的蛋白组学 那它一般来说 会通过这个 二维凝雕电容 二维凝雕电容 进行这个 它这个一维是 这个SDS page 这种分离 另外一维可能是 这种等电点 通过等电点 进行等电聚焦的 这种分离 对吧 然后通过这个 不同的这个点 它可能去比对 看看是不是 这个染色的 这个强度 它的颜色的深浅 把这个点扣下来去打 然后再往后去 它就会接一个 猫地套夫 刚刚说的猫地套夫 这个猫地套夫 大概是这么样 这么一个样子 刚刚说的 就是把样本 比如说它的这个机制 机制和样本 点 就是其实点到 这个比较小的一个把里 这个把上 它上面的一个小点 就是可以点一个样本 所以它一般来说 这么一块把 可以点几十个样本 然后它把这个把 可能插到这个制服里面 然后通过这个激光 去把它打起来 然后就能进行检测 大概就是这么一种方式 那为什么是2D呢 就是它 一个是强度 一个通过这个制服 它一个可以得到 它这个某个态段的 这个强度 另外一个 它可以得到 这个态段的制合比 对吧 但是就是通过这种 二维尼教 这个电容的这种方式呢 它的操作相对来说 比较繁琐的 你要去跑这个 跑这个这个电容 跑完之后 你要去比对这个点 然后还要把它 一个一个抠下来 对吧 然后第二个的 就是二维尼教 这个电容 它的整体的这个分辨率 其实比较有限的 就是我有看到一些文献之前 要去扣1000个点的 所以这个工资量 其实非常非常非常大 就是你在 然后另外一个呢 你在上面 你就把所有点扣下来 可能也就1000个 所以它可能极限 也就到达到2000个蛋白 这是当时做这个东西 其实还是非常非常辛苦的 然后再往后 再往后就出现了 这个3D的这个蛋白组织 3D的蛋白组织 它因为刚刚说的 就是2D的是 主要是这个强度和 这个质核比 对吧 在3D 它就引落一个LC 就是液向色谱 它用的就不是Motitof 而是这个EICMath 通过液向分离 然后进到质谱里面 然后通过这个液向分离呢 它就可以得到 一个态断的保留时间 就是通过态断的 它的一个清缩水性 它在这个柱子上的 保留时间的不同 对态断进行一个分离 分离之后 我再进到质谱 我再进行这个 这个这个碎裂 进行碎裂 比如说 这个 这个就是保留时间 比如这条态断 它是在42分钟 被洗脱下来 然后再进到质谱里面 去去进行这个 这个二级的这个 这个碎裂 然后同时呢 我也能得到 进行二级碎裂的时候 我能得到这个 态断的这个 就这个一级 一级谱里面 我能得这个态断的 它的这个质核比 以及它的这个 信号强度 它的信息可能就是 更多一些 但3D的这个质谱呢 它其实也是遇到了一些 就是随着我们的 这个对实验的结果的 要求越来越高 它其实遇到一些 技术的局限性 比如说 刚刚讲到了 我们做3D的时候 我们要需要用 离线的HPLC 去进行分离 对吧 因为我们要 要去增加 它的鉴定的 这个 这个鉴定数目 那就要去降低 单个样本的 它的复杂程度 一般来说 比如说我们 需要去分成 4到6个组分 一个样本 比如说 我有10个样本的话 那我可能就 需要去分成 40到60个组分 那占一天 能检测的样本 就可能就比较有限了 对吧 那我要去做 这种临床 大堆裂的样本 就动辄 这个几百 甚至上千的样本 那我需要花的时间 就非常非常久 可能等不了那么久 去采集这个数据 第二个呢 它的深度 如果要去追求 我这个通量 比较高的 就是做这个单针 或者我延长一些 质谱的时间 有可能我能去 打到3000个蛋白 三四千个蛋白 对吧 但是它这个深度 相对来说 可能就比较低一些了 可能就是3000多个蛋白 然后第三个 它这个灵敏度的 这个问题 因为 如果要去做分级的话 我这个样本量 可能需要去 进一步去增加 特别是对于一些 比如说临床上 我要去用这种穿刺 或者说一些 石辣包埋的 这种非常珍贵的样本 我可能就 穿刺就那么一点点 或者说我的这个 包埋的这个切片的 这个样本 可能就那么几片 那可能用这种方法 方法就 那样本就不一定够 第四一个是 它的这个平行性 如果我要去增加 它的这个 鉴定的这个 这个数目 我去做分级的话 那因为多了一个 分级的步骤 它对平行性 就有些影响 或者说 因为我 我用这个3D的质谱 它整体的 它扫描的速度 相对的比较慢一些 因为这个 它这个采集的信号 就有一定的随机性 就是它的这个平行性 可能会 就是没有那么好 大概是这几个问题 当然就3D的这个质谱 虽然说 目前有一些 就是对于更高要求的 这么一些 这种实验 它可能达不到 但是其实也 它目前还是在 广泛的在被应用 比如说 在这种 比较简单的蛋白 或者做单个蛋白的 这个修饰位底的 这个检测这个方面 以及就是 我们去做一些 相对比较小量的 一些一些 一些样本的 去做这种 TMT标记的 这种定量 这个3D 仍然还是能够 非常好的应用 因为我做完 TMT标记之后 我再去做这个 这个组分分离 组分分离 其实它就不会 受 不会对它的 这个平行性 进行影响 因为我标记之后 我是把样本混在一起的 混在一起之后 它其实对它的 这个平行性 就没影响了 或者说我去做一些 PRM 就是把像的一些 就是我 我已经通过前面的 这个组织的实验 我筛选到一个 目标的蛋白 我针对这个目标蛋白 去做这个 定量的这个分析 那这个时候 其实它样本 也相对比较 比较简单 所以它也不会 存在前面说的 这个问题 它还是有一个 挺好的一个应用 那对于这个 刚刚说的 就是 现在这个 这个实验的 更高的一个要求 紧洁这边是在 19年的时候 推出了一个 4D蛋白阻碎的 这么一个技术 那什么是4D呢 其实就是 在刚刚3D的 保留时间 离子强度 以及这个 质贺比的 这个三维的 信息的情况下 我们再加以为 离子坦度 什么叫离子坦度呢 离子坦度 其实 怎么讲呢 就是 这个保留时间 它是通过 这个 离子 或者物质 它的 在这个 色补株里面的 一个 保留 或者说 这个物质本身的 一个 轻输水性 进行分离 对吧 然后这个离子坦度呢 它其实是 跟这个物质的 它的一个空间结构 空间结构相关 它有一个值 叫 这边可能没有写 它就是 这个物质 本身 它有个 比表面积 叫CCS 就结面积 结面积 根据这个CCS值的不同 它在这个 离子坦度 就是 这个离子 迁移谱里面 它就会有不同的 这么一个 迁移的速率 那我可能进行分开 就相当于 一个是通过 它的这个 这个 清除水性 就相当于一个 理化性质 一个是通过 它的这种 空间的这种 就是结面积 对吧 所以这两个 这个分离 其实是互补的 那就相当于 在原来 三维的这个性质下 我再加一维 互补的这种 这种分离 那相当于 对于 这个 它的一个鉴定 就是更加的 这个这个精确 大概是这么样 所以目前呢 它是有两种仪器 这两种仪器 都是有这么一个 离子坦度的 一个 这个 这个 分离的这个作用 而一个叫 Timstop Pro Timstop Pro 就是待会 大家上去看的时候 应该可以看到 就是这么 比较挺高的 一个仪器 一共有大概 两米六七吧 两米六七 这么一个高度 然后这个仪器 它大概什么 一个构造呢 它其实 就是一款 这种QTOF的 一个仪器 前面我刚刚 有张图里面 不知道大家 有没有印象 就是 讲到这个QTOF的仪器 有一个就是它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 那个 那个 ABSIENCE的一款仪器 对吧 它是在QTOF 这个仪器的前端 加了一个 这个叫 就是 Timstop 就是 叫 这个 捕获离子坦度 捕获离子坦度 就是大概 这么一个管 这么一个管 那离子进来之后 根据它的这个 截面的这个 CCS值的不同 就会在这个地方 进行分离 而分离完之后呢 它这个地方 其实它是有两段的 这么一个 一个坦度的一个设置 就是叫 Dual Teams Analyzer 对吧 它虽然说 看起来肉眼上 分辨不出来 其他设置上 是有两段的 就 这个前面有一段 后面一段 它这个两段的设置 有什么好处呢 就前面这个 这一段 这个坦度 它其实是可以进行 这种 离子的累加的 累积 就比如说 我有这个 这个1000个离子 它可以慢慢过来 进行累积 累积在这儿 然后它根据 不同的这个坦度 它这个 这个笔表 那个横截面积 然后慢慢去 洗脱洗脱 洗脱到这个地方 然后 然后洗脱完之后 它就进到这个 Tof里面去被检测 那它这个 有什么好处呢 它就会 可以使得 我每一个离子 都可以逐步逐步 过去被 这个质谱检测到 如果我按照 之前这种 单个的 这个坦度的 这种设置 或者说没有 没有这种 这种Tims的设置 那它这个 这个Tof管 它检测的时候 它是有一定 工作时间的 如果我这个Tof Tof管在工作的时候 那这边 它离子不是 还是源源不断 在进来吗 对吧 那它在工作的时候 那一段时间 进来的这些离子 它就会被排空 就相当于浪费掉了 但是它这种设置 我一边在工作 在工作的时候 我这个离子 其实在累积 对吧 累积 所以这部分 本来要浪费掉离子 我其实是累积在 这个地方 那它这边 采集完之后 那我再把这个离子 慢慢释放过来 就相当于 它可以使得 我的这个离子 利用率大大提升 它这边是 号称是100%离子 利用率 但是按照我们 后来检测 它可以达到 大概96%左右 的一个离子 利用率 它还是会有一些 离子漏过去 但是它相比于 以前的这个质谱 它的这个离子的 利用率 确实是非常明显 大幅的提升 而且它这个扫描速度 也非常非常快 它这个是 100赫兹的 一个扫描速度 就相当于 一秒钟 我可以采100张 这个二级谱图 这样的话也是使得 它这个灵敏度 是大幅的提升 然后第二款仪器 叫这个FAMS Pro FAMS Pro 就是它是搭载在 这个 Orbitrap Explorer 480 的这个上面 其实就是这上面 这么一个小装置 就这个 这个在后面的 一个小装置 它这个 这个也是一个 离子迁移谱 它叫高产 不对势波 离子迁移谱 大概是这么一个过程 它这个 比如说这个地方 是前面是液项 液项的这个 这个液体 喷过来之后 进到它这个 FAMS里面 FAMS里面 通过这里面的 这个 这个不同的电厂的设置 它可以去把一些 这种非钛段 一些这种 一般带单个电荷的 可能都不是 钛段的一个离子 进行 进行这个 这个排除 这样的话 让钛段 更加的这个 这个 纯度更高 或者简单一些 或者说对于一些 这种 雪氢 或者雪氢这种 含有高风度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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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蛋白的这些样本 它也可以进行一些 这种 除闸 就是降低 样本的复杂程度 使得它的 鉴定 信号能够 更高 大概是这么 一个作用 那四地 蛋白组学呢 根据刚刚介绍 它有一些 这个 这个优势 它的 这个快速 高通量 就是因为 它可以去 打单针了 后面我会讲到 以及它的灵敏度 非常高 它会 第二个呢 就是 它 因为它可以去 打单针非常快 通量非常高 所以它 比较适合于去 做这种 大堆裂的 这种 这种临床的样本 或者说 做这种 云醇的 这个研究 而第三个呢 它的灵敏度非常高 刚刚也讲到了 对吧 灵敏度非常高 所以它就 比较适合于去 用来做一些 这个非常 这个修饰类的样本 修饰类 比如说像这种 磷酸化呀 乙线化呀 或者 更低的一些 其他类型的一些修饰 它能更容易去检测到 这些 风度非常非常低的 修饰的 这个 这个态断的信号 然后这个 第四个也是 因为它灵敏度很高 所以它就 比较适合于 去做一些 这种 这种 实来包 埋的切片呀 或者穿刺的样本呀 甚至一些 一些非常 微量的这种细胞的 我们刚 后面会提到 就是去 比如说去做 这种单细胞的 蛋白组学 样本量非常非常低的 这种蛋白组学 后面是有一些 我们的这个 DEMO数据的一些展示 这张图里面 这个 这个是我们 做常规的 这个 3D蛋白组学 去检测的 就是做单针 做单针的时候 我们一般来说 可能能达到 3000多个蛋白 这三个 三个重复 那如果我们要去 为了需要去提升 它的鉴定数目 比如说我想达到 这个五六千个蛋白 那我一般情况下 我要去分成四个组分 分成四个组分 就是用这个 离线的夜相色谱 对吧 分成四个组分 我能达到 接近6000 5000多 但是我要用 我刚刚说的4D的 比如说 TimTopPro的这个仪器 我单针这个质谱 我其实就能达到 超过6000 这个蛋白 这个是我们用 Pyla细胞去做的 这个是搜库的 搜库参数 各方面也是保持一致的 大概是这么一个结果 所以按照这个结果 我就用4D蛋白组学的 这个方法 我这个单针 我就能去超过 原来我4针的 这么一个结果 这样的话 就让它整体的 这个效率 它的整个 这个通量 就能大大提升了 那用来去做 这个修饰组 各种修饰 其实也是类似的 这边是放了 一个泛数化 还有就是 这个字可能比较小 各种不同的类型 在我们的 这个修饰 检测的一个结果 这个泛数化 我们是做了一个比较 这个绿色的呢 就是我们用 原来用3D的 方法去做的 根据这个不同的 这个input的 这个验本的量 比如100维克 300维克 500维克 和1毫克 可能做过修饰的 这个老师可能知道 如果做这个泛数化 这个几百维克的 这个样本量 其实已经比较少了 对吧 那我们做3D的时候 像用到100维克 300维克 这个泛数化 用3D的方法 能达到几百 上千个位点 其实结果还不错了 但是我们发现 去用4D的这个方法 其实它非常少量的 这个样本 它能达到 这个 比如说100维克 它就能达到 接近2000个 对吧 到这个 1毫克左右 它能接近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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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00 45000个位点了 5000个位点了 那 而且它这个 样本量越低的时候 其实它这个 这个 这个 4D的方法 和3D方法 这个 这个差距 可能 还越大一些 这个也说明 这个方法 它本身的 这个灵敏度的 一个优势 而底下这些 这些这个 各种不同的修饰 比如说八度线化 乙线化 泛数化 还有什么 有好几种 这个修饰 它这个 建立数目 其实也是都比较 比较高的 用我们这个 4D的这个方法 也显示出 这个4D方法 在修饰 这个组水里面 它的一个 一个非常明显的 一个优势 那除了这个 鉴定的这个 这个能力之外呢 它的整个这个 平行性怎么样呢 我们这边也去做了 一个这方面的 一个测试 因为刚刚讲到 就是我们4D的 这个方法 它的扫描速度 非常非常快 对吧 它的这个离子 利用率非常高 离子利用率非常高 那这样的话 就使得它 它这个数据的 完整性 其实非常高 相比于原来 3D的这个方法 那按照理论上来说 它的这个 这个这个 这个技术 重复的一个平行性 其实应该非常好的 那我们得出了结果 和我们理论的 这个推测是一致的 我们是和国际 这个 不好意思 做蛋白组学 最牛的这个 Motis-Mann实验室 它得出来的这个结果 就是我们保持 它的整个算法一致 我们发现 我们这个4D的 这个方法 它不管是说 它这个皮尔森 相关性的这个系数 还是说 它的整个这个CB 都是优于这个 Motis-Mann实验室的 这个这个数据 也就说明 我们4D 这个它的整个 不仅仅说 它的这个接力数目 它整个数据的 这个平行性也是非常好的 然后这个是 FIMS的 这个4D的一个数据展示 这个时间关系 我就不多说了 它大概也是跟 跟这个 Teams其实类似 这是它一个 这个平行性的一个数据 它这个重复性 这个三次重复的 这个重叠率 是非常非常高的 CV CV 这个可能相对来说 会低一些 但是也是挺好的一个结果 然后后面我们是有几个应用 首先这个 Teams的4D 我们把它用到 这个 实辣包买的 这个微量实辣包买的 这个样本 一般来说 我们会去取到 二到五片 这个 这个十微米厚的 那么一个实辣的 这个切片 我们能够去 建定到超过 4500个蛋白 这个在 以前3D的 这个质幅里面 其实是非常难去实现的 可能要去分 很多的这个组分 而且样本量 也需要非常多 这个实辣 当然就是去 去做这种 这种微量的 像穿刺之类的样本 可能就更简单了 因为做实辣包买的时候 还涉及到 要去 比如说脱辣呀 或者之类的 这种过程 对吧 然后这个是 关于这个 FIMS 这个4D的 它的一个应用 我们 我们 这个开发了一个技术 我们把它取的名字 叫布拉加 布拉加就是 用来去 正门去用来 做血液 或者说含血液 这种干扰的 这种物质 比如说像血液里面的 这种外密体 或者血浆 血清之类的 这些样本 我们也去做了 一些比较 比如说不用这个 FIMS的时候 我们能达到六千 六百 这个六百 如果从按照 文献的结果来看的话 它也还可以 在这个血清样本里面 但如果我们要去 用这个FIMS的话 我们去能达到一千多 这个是我们 早期测试的结果 而且它的整个 平行性 PSM的这个 也还是挺好的 然后我们也去 比较了 几个大牛实验室 像Steam Carr 这个 哈佛大学的 哈佛大学的 这个教授 还有刚刚说的 Mudice Mann 他实验室 他发了几篇文章里面 他的鉴定的一个数目 以及我们 这个DEMO时候 做的这个数据 这个是 这个是一个样本的 1064 后来我们测了一个 40个样本的一个DEMO 它合在一起 能有1600多 以及后面有一个 实际项目 客户的样本 它4800多 因为我们这个测试的时候 我们预估当时 可能是我们这个样本 都是这个正常人的样本 正常人的样本 它本身 它这个蛋白 这个表达相对来说 比较一致 但如果有一些疾病的 这个病人的样本 那他可能就会有一些 不同的这个蛋白 被分泌到血液里面 所以他整体的这个数目 就会提升了很多 所以整体的结果 就是1000到2000多的 这个这么一个结果 和文献的这个 这个去向对比的话 还是非常高的 第六一个是 我们去做了这个 4D蛋白 单细胞蛋白组 这个之前也是 有一些产品的这个发布 如果有关注的这个 这个老师同学 可能都已经有看过 我们去做了一个 10个和100个细胞 用的就是我们刚刚的 4D的这种技术 发现我们单个细胞 能够去检测到 近1000个这个蛋白 10个细胞的话 能1000多 然后100个细胞 能达到3000多个的 这个蛋白 然后相对应的 也去做了这种 这个切片的 这个是冰冻切片的 通过这个ICM 这个激光捕获 这个另外写错了 显微切割 显微切割 就切出来非常小块的 这种细胞的 这个细胞块 它组织块吧 大约是50 到100个这么一个细胞 我们发现 这个50个细胞的时候 我们能大概检测到 3000个这个蛋白 100个细胞 大概能到4000个左右 这个也用4D的这个方式 而且我们整体的 这个质量控制 我们是采用目前 这个 这个 FDR控制最严格的 这个MaxPone的这个软件 这个是业内 公认就是在 在数据质量上最好的 然后这个是 近期发表的 我选了几篇吧 就是4D的这个技术 发表的一些文章 比如说这个是在 发在 Circulation Research上面的 这个 它这个影响因子 大概是14分吧 当时是做了一个 这个修饰组 心脏组织的这个 乙线化的4D蛋白组织 它能检测到5000多个 这个乙线化的位点 这个心脏组织里面 能检测到5000多个 乙线化的位点 这个深度是非常非常高了 然后 另外一个是 发在Pinus上的 当时是用了不同的 这个 不同组织的 这个FIP的这个 这个样本 去做4D的这个蛋白组织 能键定到 4600多个蛋白 和我们刚刚 这个我们自己的DEMO的 这个数据 其实是匹配的 然后最后啊 最后 实验关系 做一个简单的总结 简单的总结 今天的这个 报告呢 主要就是 两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呢 是跟大家汇报了一下 就关于蛋白组学 它的一个实验流程 以及质谱 从质谱 怎么去进行 这个蛋白的 这个鉴定测序 对吧 就是 整个流程呢 就是提蛋白 然后进行这个 加不同的酶 进行煤切 对吧 煤切完之后呢 根据这个情况 可能要做些一些 这个这个 HPLC的分离 可能可能有 也不需要啊 然后进到质谱里面 它会进行这个 离子化 进行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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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SI的这种 喷雾 或者猫的这种方式 对吧 大部分可能用ESI 进到质谱里面 进到质谱里面呢 它会进行这个 HCD或者CID 或者说这个 ETD这种碎裂 进行 变成这个二级普图 二级普图通过 这个软件 比对啊 理论和这个 实际普图的 一个比对 最后得到这个 这个态断的 这个这个这个序列 然后再反向去 匹配到蛋白层面啊 得到蛋白的 这么一个一个 一个鉴定 鉴定的 鉴定的这么一个结果 大概是 这个是第一点 然后第二方面呢 去介绍了一下 2D的 2D的蛋白组学 它可能 比较适合于 用来做一些 先对比较简单的 蛋白的一些鉴定 比如说刚刚说 通过这个二维尼尿电容 我抠出来一个 蛋白这个点 那单个这个 蛋白的这个点呢 它相对来说 程度是比较高的 它可能就一个 蛋白或者就几个 蛋白 对吧 单蛋白的一个 鉴定 那3D的这个 蛋白组学 一般情况下 它可能比较适合 用来做这个 单蛋白 或者以及 它的这个 修饰 修饰点的 一些鉴定 修饰位点的 鉴定 或者说我们去做 这种比较少量的 比如说十几个 可能十六个 以内吧 这种我们可以用 TMT标记 进行这个 这个定量 因为标记 标记完之后 这十几个样本 它是可以 通过它的 不同的标签 去识别 所以可以混在一起 所以对于这个 这个HPLC的分级 对它的这个 平行性 不会有影响 还有进行 做这个 已经知道 我要关心的 某个 这个这个 目的蛋白之后 我进行 把线的这个定量 这个也可以用3D 去做 那4D呢 4D它可能就更适合于 去做一些 比较大队列的 这个样本 以及一些 非常微量的 比如说修饰 或者比如说 这个一些 石辣切片 或者说 这个这种 穿刺的样本 这是我大概 汇总的 这个三种 不同的技术 它的一个 应用的范围 最后最后 还是做一个 这个 这个 宣传 我说前面那些东西 其实都很复杂 我觉得 这是让专业的人 做专业的事情 就行了 所以 这个 要做蛋白 就找简洁 就可以了 好吧 时间关系 我就 这个介绍到这 谢谢大家